美国再次怂恿欧洲国家没收俄罗斯的资产 最近关于西方要不要没收俄罗斯资产的话题又被炒作起来了 自从乌克兰战争爆发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扣押了俄罗斯差不多3250亿美元的资产 这些资产包括俄罗斯中央银行 存放在西方银行中的外汇储备 还有一些房地产企业的股权以及货物 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 其中数量最多的2050亿美元的现金 是控制在欧洲清算银行手里 美国一直怂恿着欧洲要没收这笔资金 或者说从其中拿一部分出来交给乌克兰 美国的做法用心是极其险恶的 因为在美国境内的俄罗斯资产只有几十亿美元的规模 一旦整个西方采取没收俄罗斯海外资产统一行动 大部分得罪人的事都要由欧洲人来干 欧洲将要直接承担俄罗斯报复的漏火 而美国就可以继续隔岸关火 对这个问题 欧洲国家并不是不清楚 而是很清楚 所以美国虽然怂恿了好几次 没收俄罗斯财产的行动 却一直没有落实 包括英国 德国 西班牙 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媒体都表示 乌克兰与俄罗斯正处在敌对的战争状态 乌克兰没收其境内的俄罗斯资产 说得过气 那是合金合理的 欧洲国家并没有向俄罗斯宣战 没有没收俄罗斯资产的法律依据 许多欧洲国家都在俄罗斯境内拥有巨额的财产 总数可能会达到900亿美元 虽然大家一起没收的结果 说俄罗斯吃亏更大 但是900亿美元也不是个小数 就这么没了 谁有人心甘情愿呢 俄罗斯如今在战场上占据着优势 一旦乌克兰被打败 俄罗斯就有手段对欧洲实施进一步的报复 哪怕仅仅是大量的驱赶难民 都能让这些欧洲国家 特别是北约成员国苦不堪言 随着来的大规模的军事对峙 将让这些国家的经济和财政血上加霜 道理呢 简单明了 和为什么这么险恶的企图 这就是在欧洲人头顶上 始终摆脱不掉呢 这以美国对欧洲政治的渗透和操纵 是分不开的 现在欧洲议会的选举纷纷结束 极右翼政党迅速崛起 欧洲各国的民众对乌克兰战争的反感 已经充分反映在选举的结果里 欧洲国家能否顶住美国的压力 拒绝募收俄罗斯资产 从目前情况看 还是有一定的希望的 美国总统选举已经拉开了序幕 拜登由于身体原因 开始呈现出精力不知的迹象 民主党内都已经在公开讨论换人了 但拜登却强硬的坚持势不退险 而民主党内部换任何一个人出来 都整不够特朗普 还只有拜登尚有一线希望 在这样的乱局之中 美国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意志 来逼迫着欧洲去做一些不得人心的事情 即使是欧洲国家内部的那些美国的代理人 他们也很清楚 无端的没收别人的财产 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其实是一片锋利的双刃剑 如果因为没收俄罗斯的资产 导致欧洲各国的企业受损 那这些资本家们一定会把漏火发泄在这些政客的头上 即使是那些遭到美国前面渗吐的国家 比如说德国 那也是慎之又慎 并没有把没收俄罗斯财产这件事提上意识日程 当然了 欧洲国家不敢或者说不肯没收俄罗斯的财产 有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那就是俄罗斯在战场上打得还不错 假如局势逆转过来 是乌克兰把俄罗斯打得节节败退 打得狼狈不堪 那欧洲国家是不会有任何的犹豫 会把俄罗斯存在他们银行里的每一分钱都搜刮干净 所以战场上的胜利 是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基石